WTT过阿球新赛已经进入到了四强赛的争夺中,最后一个名额在临时洞VS临云如之中产生,其实本次比赛也确实难为临时洞了,本来是一名小将,却承担起了守住上半区的压力,但压力越大,机会就越大。 至于今天比赛的看点,我觉得小石头第一尽量不要吃对方的发球,其次一定要想办法破掉临云如的宁拉体系。 虽然临云如宁拉这么多年,反手技战术极其丰富,但是石头也一定要尽力去尝试,第三临时洞千万不能退台,临云如就是速度落点形打法,石头个子也不高,很难护住整个台子。 第一局,开局临时洞频频批出追身底线长,而且石头反手绝不跟临云如过度,就是想把自己的暴力反手的特长打出来,比分4比2石头领先2分,而且临时洞发球基本都给到了临云如的正手,目的就不让临云如宁拉,如果强行上步,正手为反手拧拉,临时洞果断丝反手大角度。 从第一局来看,临时洞几乎没太犯错误,而且发球的长短变化,落点的针对,和反手的坚决性做得都非常好,最终临时洞的一记白短擦网,以11比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。 第二局,临云如加强了台内的拼抢,而且在进攻方面,变成以正手为主,反手出机会在胸膊,尤其是临时洞回的半出台的球,小小临出手极其凶狠,比分3比3平。 结果临时洞居然反手抱撕了临云如的正手暴冲,质量高得吓人,而且临云如发现自己的反手居然相持,不占优势。 临时洞实现了后发之人,比分来到7比7平,大家都知道临云如是速度落点型选手,但是临时洞硬生生地用暴力打乱了小小林的连续性,临时洞以11比7拿下第二局。 第三局,临云如现在发力也一板冲不死石头,但是石头一板就能甩死临云如,石头的暴力前三板让临云如速度加不起来,衔接被打断掉,比分3比20是洞领先。 今天这场比赛可真是典型的暴力制约速度局了,临云如叫完暂停后,落点方面有很大的变化,不但落点刁钻,而且出手有轻重变化。 旋转变化,她知道一味的忙有点打不过临时洞,马上改用技巧,小小林以11比5扳回一城。 第四局,临云如继续执行这个战术,逼迫临时洞退台,只要临时洞一退台,回球质量必然下降,而且小小林角度比较容易撕扯开。 现在临时洞想破局只能利用前三板把进攻的主动拳握在手里,比分5比5平,随后的小石头变身大石头,反手质量惊人的高,形容为一道白光一点不为过。 甩得临云如都没有反应,还打什么相持,临时洞连续5分一板过。 我头一次看临云如如此无奈,最终临时洞以11比5拿下世界名将临云如。 其实这场比赛开始之前,相信大部分球迷朋友,包括我在内,都是只是希望临云如赢,认为临云如胜算更大。 然而,临时洞用她强势的表现告诉我们,果平男队已经后继有人了。 临时洞的球风很暴,击球动作灵活自然,出手毫不留情,反手直接撕穿临云如正手。 临云如目前高居世界第八,从东京奥运周期开始就是国拼最大的威胁之一,还代表台湾参加了东京奥运会。 当时半决赛的对手是樊振东,临云如硬生生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,最终获得电军。 当时,有说法提到,如果樊振东和马龙换一个半区,可能国拼就没法包揽灌亚了。 有球迷朋友说,林云如的技术体系很像张继科,相当于是中高配张继科,近台反手能力极强,只是正手相对没有那么强势。 如果林云如有意识地增加正手能力,那她的威胁绝对比张本志和还大。 反观林诗栋,只是新进式青赛四冠王,成人赛成绩也是二月份之后才慢慢好起来的,两人相比之下,林云如确实占优势。 然而,林诗栋用自身燃爆的表现告诉我们,她已经有很大进步了,面对自己死亡半区的形势,没有任何退缩。 林诗栋本身就是一位很爆的球员,单板质量甚至比樊振东、王储钦还高。 仔细观察林诗栋的反手动作,我们可以发现,她的肘架得很高,这已经是当下最先进的反手体系了,能很好的适应四林家大球。 林诗栋的反手撕,十分流畅自然,不发死力,速度,质量都高得可怕,只要撕到林云如的正手位, 林云如根本扛不住。 面对世界前十的高手,林诗栋做足了准备,坚决贯彻执行技战术。 侯英超在解说这场比赛时,几乎没有说什么不好,大多数时候都在夸赞林诗栋打得太漂亮了太坚定了,并且也分析了林诗栋赢的原因。 一,敢于加质量,出手坚定,林诗栋的球封上面已经说了,再加上林诗栋是小将,输得起,只要敢于出手,就一定能有所收获。 二,发球,林诗栋如果发中间,即长下旋球,就可以直接就把林云如顶住,而要是发正手小三角,林云如就不好去宁了,用正手接质量又出不来,这时候林诗栋就直接反思一板。 林云如完全反应不过来。 三,林云如在第一局失利后,选择以长球为主,想把林诗栋打失位,这样就可以用进台速度去调动他。 但林诗栋盯得很紧,林云如一开长球,林诗栋也不管那么多,直接反思,要么是正手大脚,要么是中间长,打得林云如频频摇头。 若不是林云如比赛,经验更丰富,第三局叫了暂停,打乱了林诗栋的节奏,恐怕这场比赛就是林诗栋三杠零零封了。 林诗栋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,虽然一月份表现一般,但是经历了那么多战比赛后,积累了经验,总结了自身不足。 在本次球星挑战赛陷入死亡半区的情况下,临危不乱,敢打敢拼,最终强势挺进半决赛。 这也为林诗栋接下来争夺德班,世拼赛单打名额,增加了一份底气,我们的小将终于后继有人了。 接下来的半决赛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打,林诗栋有望成为国拼面对张本志和的最后一道防线。 那么你觉得林诗栋这次的表现怎么样呢? 你看好她这次夺冠吗? 林诗栋你仅仅差一步就能完成国拼布置的任务了,一定要继续努力,不要松懈,守住国拼的半区。